唉 做挑战也好几年了 我什么魔鬼都见过 那 挑战一缩子子弹去接 而且还是在度假的 你们信不信忘了 度假刀有大波罗呢 大波罗加快快 一缩子就是一般五十八子弹 瞧瞧 落地就碰到 三级吧 未免太大才小用了吧 强强到手 子弹还差一丢丢 嗯 火熔弹侠也不错 等一下哈 让我把子弹装满 再去跟外面的兄弟battle 哈 快阔出现了 度假刀真不错呀 我昨天里 其他地方都没有受穷的时候 小小人机而已 用不着划掉尊规的子弹 就剩十五个人了 一百五十发子弹会不会太多了这 要不啊 我用五十发试试 好了好了 开个玩笑 刚捡到枪的时候 无处打了两枪 我就丢掉两发子弹 唉 这种挑战一定要严谨 哇哦 空桃武器 我是不缠的 附和套章都是可以尬一尬 唉 真觉得大波罗有点不合适了 这么老半天只遇到一个人见 哦 总算有点动静了 让我看看是谁在表演 咱们给他猪猪胸呀 哈哈哈哈 到一面子怎么来的 好赢 四十发子弹才达到一个 想吃鸡也是很人呢 哦 不会吧 不会吧 他们就是今天的亚军嘛 好家伙 半天又不到人 一来就是满编的 而且还是最后一波战斗 好棒棒哟 用了不到一百发子弹就拿下靠间 大波罗真是太精彩了 随即打算搞一期读评论的视频 如果你们有什么好奇的问题 或者想看的挑战 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哟 我是三生 下期再见啦 Muah